大家好 继续分享新闻 韩国演员金正贤在8日突然被爆出和大六岁的徐志慧相恋的消息 之后又被爆出和所属公司在专属合约期限上存在了分歧 演员金正贤被卷入了专属合约的相关纷争之中 8日金正贤和他的经纪公司向韩国演员 韩国演艺管理协会申请了纠纷调节 指出文化仓库 这个文化仓库指的就是徐志慧跟传出绯闻的徐志慧的经纪公司 文化仓库在金正贤专属合约纠纷未结束前就接触了他 在确认此事后提出了纠纷调节的申请 争论的焦点就是金正贤和他的经纪公司 对专属合约期限上的分歧 金正贤主张专属合约已经到期 但是经纪公司方面却表示 如果包括他因为个人原因无法活动的时间 合约距离到期还剩11个月 金正贤在2018年8月出演MBC时间 期间中途下车 相关人士表示 虽然当时下车的官方理由是健康上的原因 但其实是因为金正贤和异性相关的私生活问题 在制作发表会时开始就引发了态度争议 之后导致结果从节目中下车 而金正贤之后通过2019年12月播出的TVN爱的迫降 成功完美复出 下车仅一年4个月就复出 之后金正贤出演TVN《哲人皇后》成功活动到至今 经纪公司是发掘金正贤并支持他演艺圈活动到现在的公司 据说双方就合约期限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 金正贤接触了其他公司 导致经纪公司求助了韩国演艺管理协会 所谓的他接触了这个公司就是习智慧所在的那个文化仓库 被说成是金正贤新公司 就是这一天和他传出绯闻的徐智慧所在的文化仓库 文化仓库是旗下有全智贤 朴志恩作家等人的经纪公司 文化仓库方面否认了金正贤和徐智慧的绯闻 他们是关系交好的姐姐和弟弟关系 没再交往 不过却表示在徐智慧的牵线下 的确和金正贤就专属合约的仪式进行了会面 虽然积极进行了商讨 但是并没有确定下来什么 所以金正贤现在正在和他的经纪公司 正在就分歧方面 可能正在进行相关的申诉调节 继续 以后会继续关注这方面的后续 谢谢